山陀颱风横扫高雄 许多路数不敌强风纷纷被吹倒 一大早清洁人员就加紧赶工 要将路数都清除掉 山陀颱风的灾后状况 现在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记者持续问候在高雄市这边 这里是高雄的四围路 也是重要干道之一 由于路数倒塌状况严重 已经影响车辆双向通行 现场也拉起封锁线 避免有人误闯 大型看板也吊在路中 业者加紧赶工避免影响交通 路数人拖下来 拖下来我就来处理了 要改了 我们今天已经早三四夕了 不少店家住宅的帆布 招牌 采光罩等等 也被抢风纤飞吹破 业者一早就出动忙进忙出 维修电话接不完 电话都接不完 我不敢接了 日期都大概排到多久了 不一定 先叫的先坐 对… 所以 我们最快这个礼拜 或这个礼拜都把它处理掉了 这多晚我出来 完全我出来 就翻屁出来 完全这几拜到处理也得干单的 招牌业者也表示 平常他们只要有出车 一车的行情价大概就是一万元 如今山陀尔台风造成重大灾损 老板也很阿萨利 免费帮忙清运 古房还有浴室 还有一个握手 就是洗全部 在高雄大社也因为三号淹水 加上晚上停电 民众也趁着天气好转 赶快清扫一下 对啊 就找台青 有没有 台语比较高 采放过后 高雄民众动起来 请李嘉元 希望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恢复往日生活 东西新闻 温雁军 蔡孟俊 吴建议 蔡双全 林炫钧 在高雄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